大家好,我是马丁 最近我从虾皮拍卖买了7颗386CPU 我很想知道以我的技术 能从这些晶片上回收多少黄金与白银 另外,我也想知道从网路上购买材料来炼金 是否有利可图 这些CPU总共花了新台币1960元 最近的金价大约是每公克1900元左右 也就是说,我必须要回收超过一公克的黄金 才能达到损益良品 我的第一步是先将386CPU浸泡在硝酸里 利用硝酸将基本金属清理干净 同时也将白银给溶解掉 但是在这个步骤,我犯了一个错误 大家可以猜猜看是什么样子的错误 在浸泡了三天的硝酸后 386的针角以及金色的底壳已经脱落 我将CPU的外壳打碎 以便能更好地让网水接触内部的金属 继续 接著我往硝酸溶液中加鹽酸 來測試是否有白銀 結果產生了大量的氯化銀 在讓氯化銀沉澱的同時 我開始用網水來提煉CPU中的黃金 我用網封鎖汁粉 鎖汁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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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等待網水反應結束的時間空檔 我用氫氧化鈉與糖 將氯化銀轉換成純銀粉末 然後倒入乾鍋內熔煉 最後我得到了這一枚 小銀利 可是在網水的部分就沒有這麼順利了 在經歷了半天之後網水變成了黑色 看上去黃金針腳與底殼都沒有溶解 用氯化亞錫測試網水裡面並不含黃金 看來硝酸並沒有將基本金屬清理乾淨 在我敲碎CPU後 許多沒有被侵蝕的基本金屬又曝露了出來 因此建議在處理CPU的時候 一開始就要將處理器砸碎 將這片黑色的網水倒掉後 我又開始了第二輪的網水提煉 這次的網水就乾淨許多 在一個小時以內所有的金屬都被侵蝕乾淨 把網水過濾後 就是用硫酸啞鐵來沉金 這次的海綿金量看似不少 我小心地用矽膠管抽掉沸水 然後用熱水清洗 然後用一次平衡 可以探剪斷 可以放進ande 旁邊 三珍 最后加入锡盐酸主肺来去除海绵精里的杂质 由于急着知道结果 我这次没有进行第二次提炼 就直接将海绵精拿去熔炼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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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